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课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如何使用JDBC调用数据库的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呢,是数据库中非常重要的这种模式对象 因为呢,它可以完成一些很复杂的逻辑 我们用来跟数据库交互的时候 需要数据库执行一些很复杂的处理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存储过程来实现的 而JDBC如何调用存储过程 也成为了JDBC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实力 好,因为我已经在这个Squart账号 就ORC数据库的Squart账号中写好了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的名字呢,叫做PRCE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那创建一个PRCE有两个参数 分别是输入参数E-LUMBER,输出参数CENERATE 在这个过程中写的就是根据输入的雇员编号去查询该雇员的薪水 并且将这个薪水的值作为输出参数返回到存储过程之外 好,这个Exception是处理,如果这句话发生了异常怎么办 如果没有找到数据,则输出没有找到数据 如果发生了其他异常,则是报一个发生其他异常的信息 好,这个存储过程的相对比较简单 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数据库中测试一下 这个存储过程是否有错 有错的话,那就很糟糕啊 首先我们得保证数据库的存储过程是没有错的 那好,数一个7,369,执行一下 OK,那么出现了输出的这个CENERATE是800 好,这个存储过程在数据库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看一下 在GDPC中,我们如何用代码来调用数据库的存储过程 在这里呢,我创建了一个新的类 实际上呢,我们调用存储过程的前两步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 一个是找到或者说是载入 ORC的数据库的驱动器类 第二步 创建 数据库的连接对象 好,这两步是固定不变的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好,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发送调用存储过程的CQ语句 这个CQ语句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这个CQ语句呢,首先是一对花括号,然后是CORPRCE PRCE就是在数据库中这个存储过程的名字,紧接着括号,问号,为什么是两个问号呢? 是因为PRCE这个存储过程有两个参数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在JDBC中调用存储过程的CQ语句的写法 请千万注意,一对花括号中写个括括就是调用的意思 调用叫某个名字的存储过程,然后后面跟参数 参数的话呢,因为我在这里有一个是输入参数,还有一个是输出参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使用哪个statement的接口 去发送调用存储过程的这样一个CQ语句呢? 我们要使用的是colablestatement的接口 等一下,statement和preparedstatement的发送的都是不带参数和带参数的CQ语句 但是它们都不能调用存储过程 只有colablestatement的对象才可以调用存储过程 接下来看一下,colablestatement的对象是如何初始化呢? 依然还是使用collection对象 有一个方法叫做prepared call prepared call,ok 把CQ装载进去之后,我们就要来设置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了 在设置输入和输出参数之前,请大家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数据库中存储过程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的顺序 我的第一个是输入参数,而第二个是输出参数 那接下来stat输入参数怎么设置呢? 用set某某某方法,跟我们之前设置的是一样的 给个参数假设是7369吧,给个长量 那么输出参数呢,请特别注意用的是 register注册输出参数 我的输出参数不应该是int类型 应该是int cq type 好,用的是这个 parameter index是2,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第二个参数是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我就不能用设置,而是用注册 注册输出参数 好,第二个参数是输出,但是cq type类型 这个cq type的强量实际上是type是点 type是点 lumber 或者说是 因为它是薪水嘛,薪水的话 它应该是 应该是float类型 或者是double 好,我用double 来设置 这个type是请记住是java点cq点type type是打点掉的呢,是静态的变量 好,返回的都是整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执行这个存储过程了 我现在仅仅只是设置了输出参数的值 和注册了一个输出参数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去执行它 执行的方法呢,执行的方法呢 请注意用的是stt.executeupdate 好,update方法 那接下来的方法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得想办法 7369编号固员的薪水是800 好,没有错 我们看一下哈 CNAC的新 from EMP where EMP number等于7369 OK,果然是800 当然我们还可以输入其他的值 测试一下 比方说7499 看是不是1600 好,要改的是这个地方 7499 保存 然后执行 出来的果然是1600的薪水 好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两句话是用来获取输出参数的值的 一到我执行了之后 实际上输出参数的值也集成到了stt这个对象中 那么我使用get某某某 好,记住这个参数是 第二代表输出参数是第二个序列是第二个 OK,我能够得到输出参数的值 对于ORAC的存储过程 输出参数是可以有无数个的 但是我们只需要遵循它参数的顺序 和它的数据类型一个个去获取就可以 好的,那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JDBC如何调用 存储过程 我们就演示到这里了 同学们请把这个案例一定要自己独立的完成 好,不光是跟着我完成 还要闭上 闭上眼睛或者说是不看我这个视频 自己再从头到尾敲一遍 这样子的话呢 才有助力大家更好的理解和学习 好,那次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可再见